01. 修锦 中国近代第一个为推翻数千年封建统治而牺牲的革命女性先驱 诗人、中国女权和女学思想的倡导者 近代民主革命志士 02. 薛少辉 中国近代第一个女翻译家 她是近代著名外交官陈寿鹏的妻子 1899年 陈寿鹏翻译了《江海图志》 1900年 夫妻合一了法国科幻小说大师如乐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 《游经》是文社出版 首版译者署名是薛少辉 03. 邱玉峰 中国近代第一个女报人 1889年 光绪24年3月 主持《无锡白话报》编误 从年6月 又在上海创办我国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 她与康同微 康有为女儿 李慧先两起超夫人 同为该报主笔 为该报撰写文章 04. 金耳梅 中国第一位女性留学生 1885年好入纽约女子医科大学 1888年回国 1907年 受聘天津北洋女医院原是凯创办院长 开设妇幼保健院 1908年又创办了天津的第一所护士学校 05. 唐群英 中国同盟会第一个女会员 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 女权运动领袖 女权主义先虚 民主革命家 教育家 辛亥革命功臣 1905年8月20日 中国同盟会成立 她是第一个加入同盟会的女会员 比 既加入 同盟会的何湘宁 何秋 零大大三 她是创立中华民国的金国英雄 有双腔女将唐群英之称 末于1937年4月25日 06 郑玉秀 中国第一个女博士 祖父郑瑶 是同盟会会员 她早年也投身革命 曾参与刺杀袁世凯 为躲避追捕于1914年被迫出国留学 1924年 郑玉秀获得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成为中国女性第一位博士 回国后 她在上海创办了律师事务所 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律师 她也是集诸多第一于一身的女性民国政府时期 第一位省级女性政务官 第一位地方法院女性院长 神简两厅厅长 第一位非官方女性外交特使 第一位参与起草中华民国民法典草案的女性 名妻 宋美玲 中国第一位正式任命的女性将军 1937年抗战爆发 中国军队丧失空中优势 蒋介石授权宋美龄掌管空军 正式任命宋美龄为空军中将 随后宋美龄赴美国 邀请美国空军中将陈纳德将军整顿中国空军 组建飞虎队 并向美国购买飞机 08 董竹军 中国第一个大酒店女性总经理 她是近代著名女性企业家 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 1935年3月 创办上海锦江川菜馆 随后又开办锦江茶馆 曾在菜馆接待过着别林 并品尝了香酥鸭子 上海解放后 她遵照上海市市委和公安局的指令 以锦江两店人员为班底 创立了锦江饭店 不久又将达到接待国宾水平的饭店 无偿捐给了政府 她连任期届全国政协委员 09 方金碧 中国第一位中国女性入选巴黎美术展览会的画家 1920年作为第一个中国女生 考入国立巴黎高等美术学校 1924年作品《吹笛女》作为第一位中国女性的作品入选巴黎美术展览会 当时巴黎各报竞相刊登她的照片和作品 被誉为东方杰出的女画家 弟弟方生动也是杰出的结合革命导人 参加广州起义 率队冲锋 重担身亡 葬于黄花港 为期十二烈士之一 10 吴宜芳 中国第一个大学校长 1919年 五四运动爆发 吴宜芳组织同学打住校席 手持十字架 参与学生游行 1928年 获得密植安大学生物学博士学位 回国旅任金陵女大校长 十年35岁 1949年9月 以特邀代表的身份 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十一 持瑶 中国第一个女性人体模特 背景材料 1926年 拍摄于刘海素开办的上海美专 目前只知小模特是上海的 乡下人 20岁上下 在学校里做了一年左右的模特 12 朱沐飞 中国第一位女性飞行员 1920年底 孙中山任非常大总统后 改组航空处为航空局 为朱卓文朱沐飞的父亲为局长 1922年初 孙中山在广州大沙头 创立航空学校 由其副朱卓文兼任校长 朱沐飞是首届学员中唯一的女性 毕业后 编入航空局为空军飞行员 成为国内第一个女飞行员 1924年 在朱江水面驾驶水上飞机时 不幸失控坠入大海 被渔民发现救起 送入香港医院治疗 身体由此留下后遗症 1925年 其父因涉嫌廖仲凯被刺杀案 而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 朱卓文亦避嫌到香港 朱沐飞由此而中断了继续飞行的道路 并心情忧郁 健康情况日益恶化 1932年3月在香港病故 十年仅35岁 十三 林徽英 中国第一个女性著名建筑家 她也是人 作家 与丈夫梁思成一起 设计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 灰和人民英雄纪念碑 十四 林乔治 中国第一个北京协和医院中国籍妇产科主任 医生信奉怀住非凡的爱做平凡的事 虽然医生没有结婚 却妻子接生了五万多婴儿 被尊称为万英之母 中国医学圣母 她也是首届中国科学院唯一的女学部委员院士 并被任命为中国医学科学院副院长 1983年春 林乔治病情恶化 陷入昏迷 总是断断续续的喊 快 快 拿产权来 产权同年4月22日 事事于协和医院 遗嘱中 她将个人毕生积蓄三万元人民币 捐给医院托儿所 骨灰洒在故乡古浪雨的大海中 15 陈恒哲 中国第一个女教授 1914年 由清华大学毕业被招收留美学生 先后 在美国瓦莎女子大学 芝加哥大学攻读西洋史 西洋文学 获学士 硕士学位 1920年回国 任北京大学西洋史教授 她是中国历史上 第一位女硕士 女教授 她也是中国新闻学运动中 第一个用白话文写作的女作家 16 袁珊珊 中国电影第一个女性演员 1913年与丈夫李敏伟 共同创办香港美华影片公司 并在该公司设置的短片《庄子》时期中饰演石女 成为香港及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女演员 主演《和平之神》 《舞女复仇》 《在世音人》等影片 1928年退出影坛 1952年去世 17 蝴蝶 中国第一位影后 16岁时入上海中华电影学校第一期演员训练班 次年进入大中华影片公司 拍摄了《无声片》 《战功》 《邱善院》 1928年 与软玲域合作了白云坦 这是这两位中国影腾巨星的唯一一次合作 1933年 在上海新闻界人士陈碟一 毛泽佩等人发起 由明星日报主办的女明星竞选中 蝴蝶两万一千三百三十四票当选电影《皇后》 此次竞选相当于中国第一次公开选美大赛 18 张又宜 中国第一个正式离婚的女性 1921年徐志摩与林徽因坠入情网 不久 徐志摩提出离婚 已有二个月申命的张又宜依然同意 1922年生次子彼得 岁与徐志摩在柏林签次离婚 这是中国史上依据民法的第一桩西式文明离婚案 张又宜回国后 在东吴大学教德语 后出任上海女子商业银行副总裁 并兼任一家服装公司总经理 19 何则慧 中国第一个女性和物理学家 著名科学家前三强妻子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 1940年获得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工程博士 曾在约里奥居里夫妇领导的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和居里实验室工作 第一个发现油和三分裂现象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1948年下回国 1956年 研制成功效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子核子能为中国的两弹一星做出过杰出贡献 20 10 丁雪峰 中国第一个女大使 我国著名音乐家郑绿成延安送八路军进行娶妻子 1918年5月生于重庆 1937年重庆妇女就国会成立 任常委 1979年2月 出任中国驻荷兰王国特命全权大使 1982年5月 出任中国驻丹麦王国兼冰岛特命全权大使 21 王秀英 中国第一个获得南丁格尔奖的女性 1931年 毕业于燕京大学协和医学院高阶护士学校 1935年留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进修公共卫生及护理教育 或硕士学位 1936年回国 曾任协和医学院护士学校副教授 1983年5月12日 王秀英荣获国际护士最高荣誉奖 南丁格尔奖 这是新中国护理工作者首次荣获的最高荣誉 22 图悠悠 中国第一个获诺贝尔科学奖项的中国本土女性科学家 本土女性科学院护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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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